岂不是道舔天物 老百姓把石头捡回家后 按不同形状分类 然后把泥浆 头发 糯米 扩在一起做粘合剂 建立房屋或者围墙 由于石头渠自然 房屋建好后整个风格与周边环境十分和谐 坐在大理的大街小巷 你能随地与这些石头房子或围墙遭遇 也许迎接你的是 爬满墙深的绿色藤蔓 也许是满墙的野草和红彤彤 看出头来的石榴花 从这些房子或围墙的石头缝隙中 你能够听到大自然愉快的呼吸 你也能从这些坚韧的石头上 读到一种内在的力量 还有民族内心世界的厚重 与游物民族不同 大理白族自古以来就从事水稻生产 因此注重居民条件 就成了白族最传统的生活方式 在旧时代 建盖一所像样一表的住房 往往成了白族人毕生经营的一件大事 他们追求住宅宽敞舒适 又需要有独立的空间 所以他们以家族为单位自成院落 他们的房子一定要能够满足住宿 煮饭 祭司祖先 接待客人的需求 还要能储存粮食 馒头 牲畜 只有在这样的房子里 白族人才会觉得没有白活一生 建筑是人的居所 在其中 呼吸是有不同文化 不同精神的人 不同民族的建筑风格 代表着不同的民族文化 也代表着不同民族对世界的感知和认识 西方哲学共同表现出了人与自然 二元独立的哲学根本 因此在建筑上出现了哥特建筑那样 设有尖顶 直至青天 特色立于大地的风格 而中国哲学讲究的是天人合一 讲究的是内敛和含蓄 所以我们看到的中国传统建筑 永远都有优雅而柔和的屋檐 向内没什么自俗而不自闭的院子 为的是具天地之灵气 及日月之精华 也是为了让人的存在与天地合为一体 自汉堂以来 白族就深受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 因此从院落布局建筑风格 和内外装修等基本风格来看 白族民居 与中原民居建筑风格 有着传统上的城市 他们与汉族一样 注重温情落寞的院落 注重贵气和财气的天景 但由于自然环境审美的情绪上的差异 白族人又把大理的地狱特色和民族性格 写进了建筑 北京四合院的住房 大多是一层的平房 有着直白的轮廓和灰窝窝的表情 像冬天的北方浓密 而白族民居则是灵秀的南方女子 有着高挑的身材 还有着清清秀秀的面堂 以平面布局和组成形式看 白族民居一般有 一正两耳 一方两墙 两房一耳 三方一兆壁 四合五天井 六合同春和走马赶角楼等横向格局 而采用什么形式就由房主人的经济条件 家庭大小和人口多寡所决定的 在大理坝子 以经常会与一面面雪白的罩壁相遇 它的白令人想到苍山上的绝 白族人爱白色 但这片白不是没有底蕴的苍白 这片白的后面 并藏着白族人的历史传统 人生哲学 这个壁回避的也不是滚滚红尘 也不是平凡的人间烟火 而是一切打扰我们幸福生活的戚风苦雨 白族民居正常对南的院落围墙 都要做成罩壁 罩壁除以造型精美外 还非常重视装饰 在罩壁的岩土墙上 是一带状的各种彩发图案 在洁白的墙面上 画画着各种式样的山水图画 或提起刚进有力的大字 罩壁题字讲究内容 一般为一句四字 这些题字都是向外人通报自己地位和历史的 如事关人家多题书 柯甲连方 世人书香 济世吉地等 而最有趣的是 这些题字还包含着很多内含丰富的姓氏文化 当你站在某家人的罩壁前 看看他家的题词 就知道主人的姓是什么了 罩姓一般提出秦贺加风 那是因为宋神宗时 世遇史赵便 为人刚正不阿 他有一张鸣琴 还养了一只仙客 故人就用琴客两字来表明自己正直的品行 清白传家的一定是姓杨 而不是因为他们家清白如己 而是因为东汉名是杨振一生 为官清廉 生活清寒 清白传家 作成了后世杨姓以为荣的北谈 张姓爱提出张公白忍或忍者家生 这就是因为唐代养生家张公 为人处世的主张就是白忍 他就有白忍的歌流传于世 所以张门忠人真是刻意此处理 提出清廉迎风姓什么 这是李姓要告诉后人 一千年前我们与李白是一家 那为何要用清廉养座呢 左边是这个成角 那是因为李白姓佛 名号就叫清廉居室 也有的人家根据照碧方位提出 如墨之中的照碧提出 紫气东来 南边的照碧提出 彩云拿线 北山靠海者提出 苍尔玉秀的 一个照碧就是一部文化史 当然照碧不仅仅是用来地轨报姓名 白族照碧的主要功能还是地风和照明 大理地区多风 一块照碧就能把风挡在门外 如果你看过古埃及人是怎样通过 同静的中心反光 把阳光引到阴森的金字塔里面的话 你也一定会对白族人的智慧大为惊叹 他们和古埃及人一样 早在几千年前就懂得了利用折射原理 把阳光投射到他们希望到达的地方去 大理的民居大多面东背西 北面一般不开门窗 到了下午太阳西余 屋子就开始渐渐陷入暗了 而这时东面的照碧就可以起到反射太阳光的作用 阳光经过雪白的照碧反射到屋里 整个屋子一天都是亮堂堂的 大理的照碧